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1057181534 或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1066012677 通过发送AN加个股代码到这个平台给我们频道留言 或者关注评论员李飞的新浪博客 那么接下来我将请出我们的评论员李飞 为大家来讲解一下今天盘面的运行状况 李飞 那么我们看到投手盘终于是上了综合指数强势翻红 你怎么看今天的运行状况 我们看到今天盘面有几个特点 那么第一个特点呢 我们看到消息面有一则信息是让我们很受鼓舞的 那么这则消息可能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这个温重里也讲话了 对吧 有一万亿 那么这一万亿呢 是随时做好准备的 那么随时做好准备 那也就意味着经济如果速度回落的过快 或者说超出了正常周期下 那么应该这一万亿是随时可以动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分析一下啊 就是运行你想 这一万亿我们说要按的当年四万亿来看 数字来讲是少了四分之三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我们算一个数字 你那个四万亿是从我零八年暴跌下来的 第一次当人们的信心到达冰点的时候出现的 我们这是从正常结构 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了两年之后出现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 其实没有零八年那时候那么糟糕 只不过现在心理作用可能会有些悲观 但是实质来讲 我们说我们经了一个软烛路完成了 第二呢 我们也看到各个固定化投资的这个占比 基本上已经到位 而且开始有起稳回升的迹象 为什么我们这么讲 我们看到这个珠光鞋 对吧 珠光鞋呢 也发表了一个言论 就是将来的钢厂 你要什么啊 就是定单 然后我给你定量 你没有单子 你是不能生产的 就是以销定产 以销定产 换句话讲 你可能可以放一定人员回家去休息 或者说代工 但是你不能什么 不能说我没有单子 我也去生产 那这样的话 保证一个全行业的我们叫编辑效益 一定要出现 如果没有编辑效益的出现 大家是没人做的 所以在这个大的环境下 如果刚才我们预计悲观的看 可能12月见底 如果乐观的看 可能11月初就会见底 那这个环境下 我们有一万亿随时作为准备 而美国那边我们也看到 它的这个外债越来越高 到底怎么解决 谁也没出过说法 那有一批这个国际上的游资 一方面他在选择中国 一方面选择欧洲 一方面选择美国 他到底从哪举膝不定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一万亿表出的态度 政府给出来的 应该说对内是定性碗 对外是这个招金碗 他能吸引一批资金回来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 我们说在这个点位推出来 我们觉得至少 如果我们展示一点 看股市的话 我们觉得至少对股市 是一个支撑这波反弹的 又一次的利好的确诊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大盘 在集探回升的过程当中 到尾市又是一个有惊无险 那么昨天咱们在这个金色一课里边 咱们也讲过 周一周二条是允许的 那么周三一定要拉一下了 如果周三不拉 我们说这波反弹力度就会减弱 所以我们昨天给出的策略是 周三是可以逢低 开始要买股票了 而且我们说这周的低点 我们认为是在2104点 那么昨天打到是2107点 那么今天最低点是2109点 那么基本上到这个210几点之后 大盘都会起来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反弹不用靠什么 不用靠蓝筹 也不用靠什么 不用靠这个中修中实化 它能够自然回升的话 说明市场的人气在回涨 而且今天的成交量 跟昨天相比来讲 今天肯定是比昨天成交量大一些 那么这些一切迹象 说明了一点就是 在目前的位置 我们投资者 进场买股票 赚钱的概率 要远远大于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则 我们关注的 第二则呢 我们看到 枣盘 我们看一只股票 中色 中色呢 是枣盘一度是涨了7%点多 那么开始回落 那么当时的云南者业 我们说枣盘涨了8%点多 然后开始冲高回落 那就是说 整个的有色金属枣盘是冲高回落的 那为什么冲高回落 我们也都知道 因为这个周四 美国要这个公布Q13 那么Q13能不能出来 明天就会减分晓 那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整个局势来看 我个人觉得 快速推Q13的概率并不大 当然我们说 他早晚可能还会硬货币 他这边不推Q13 他可能通过国债 想办法 但是至少现在来看 如果他不短期推出Q13 或者说他就是推出来 大家的心理预期已经完成了 所以有色反弹第一波结束了 那么第二波的有色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价值回归的上涨 那么第一波心理Q13的预期 涨完了 今天鉴定 但是你会发现 有色鉴定开始回落 并不影响大盘的反攻 那么再一次又说明 这次反攻是有什么 我们叫有群众基础的 他不是单单一某个板块 单单一某个主力 单单某几个基金联手 就能把大盘抬起来的 所以我们说通过温重里的讲话 和这个一万亿的垫底 以及今天有色的走势 我们可以确认 就是这波反弹是有效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人反弹依然没有结束 也就是说目前来看 板块轮动已经是出现出行 我们觉得板块轮动 会有一个持续性 而且这个持续性 可能到后期你会发现 有的板块就会走出 一个独立的行情 它不光是持续走强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再回顾了 今天A股上的运行状况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近期比较热门的一个板块 也就是传媒行业 李飞你认为 传媒行业的这样一个走势 是否该值得引起我们投资者 关注 我们觉得其实传媒这个行业 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行业 我们看到搭地传媒 在昨天涨幅应该说不小 涨了6%多 那么一度冲到8% 那么中文传媒 那么这种股票也是一路在创新高向上 那么我们都知道传媒 其实最早的传媒股是谁呢 是天州文化 那么天州文化是第一波 大家这个公认的龙头股票 那我们看天州文化的走势 其实它在这一波上涨了之后 那么传媒股也就是说在去年建到了这个11月份的高点之后就没有上涨 几乎就一路下跌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传媒当时大家预期的不是一个短期利好 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长期发展 而且我们看到 基金当时给所有传媒的行业定的基调是五到十年 行业大发展 所以我们说当市场开始出现了这种奇稳奇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传媒曾经沉迹在里面的资金 我们觉得它会有一个活跃度 但是通过文化传媒的走势 你可以看出来龙头变了 你说老龙头它会休息 新的龙头会接起来 那么这个传递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快速变成的过程 那么也告诉我们投资者 在一个板块内的热点转化是非常快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传媒板块在护身300指数对比来讲 我们说一直是强于护身300指数了 那么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我们看到传媒 互联网电信的上市公司的同比收入 在2012年的增长 净利润都是有一个稳中有增的过程 虽然我们看到2012年可能有些行业是一个锐减的 但是在传媒互联网电信这些公司当中 它还是稳中向上的 例如行业的业绩是有保障的 另外我们看到 在2012年的出版传媒的相关的上市公司的PE 跟这个静态实用率以及这个营业利润相对比增长比较快的 像我们看到中南 像满新 像凤凰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像刚才我们的大地 中文 这些都是第一批当时跟随着凤凰传媒拉起的这种篮筹 那么这些股票我们也看到 大家整体的行业实用率 我们跟A股做了一个比较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是整体的传媒行业实用率与A股的净值做对比 那你会发现 基本上传媒的高峰期溢价率是在2.5倍 对于A股来讲 那么在低潮期的溢价率是在1.2倍左右 这是它这么多年来的一个08年最低潮的时候 一个溢价的比率跟A股 那你说它一直是强于A股市场 整体的适用率走势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传媒应该是在1.3倍 就是接近历史底部1.2倍 那么在今年整体大盘向下 它还是往上的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达到我曾经1.1倍的这种比例 所以我们说 未来传媒一旦市场转暖 它的溢价空间如果到达高峰值的时候 它还有将近翻一倍的走势了 那就是说传媒股对于我们目前投资者来说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 参与这次反弹的过程 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标的 而且我们说传媒在十一临近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光是旅游 对吧 以前我们一直讲十一临近旅游 你要早做准备 不能到十一再做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旅游传媒文化 其实它是一体的 我们什么叫综合旅游 什么叫云南印象 什么叫凄惨云南 这些都是概念 这些概念要需要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说当十一节庆 包括我们看可能过完十一就到元旦 包括可能我们说还有圣诞节 这些都需要有一个什么文化的沉淀和结合体 你会发现 其实传媒在这个时候 往往我们说看电影的人都知道 都期生在这个周期下 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 可以在这波反弹当中 寻找一些回调的机会 可以做一做 好 感谢点评 好的 观众朋友们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金色一课的全部内容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 本栏目的这样一个联系方式 我们的电话是01057181534 或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 10660122677 通过发送AN加个股代码到我们的平台 给频道留言 或者关注评论员李飞的新浪博客 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回到主演播室